4G大战新生代台湾之星才刚刚以最低费率599吃到宝来参战 那么老大哥龙头中华电信在今天立刻宣布 原本的4G月租费高达2636块钱要直接砍成一半 不只网络吃到宝而且网内互打 统统免费 费率大战正式开打 各家电信业者纷纷祭出优惠 也看台湾之星来势汹汹 中华电信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冲着基地台覆盖率高 月租费只要1336元以上 通通网络吃到宝网内互打也免费 虚心的倾听消费者的声音 第一个声音就是网络要有覆盖 第二个声音是希望上网无限量吃到宝不降速 第三个声音是网内互打网内免费 不过想让网络升级4G 最低门槛是多少 来看看最划算的台湾之心 599元吃到宝相较于电信三雄 月租费虽然也在600元上下 但除了远传在前半年保持优惠之外 传输率都受到限制 对于HACO的使用者来说 他会去比较 上网的速度是不是比较快 这4G跟3G 大概接收的价格都是1000多块这样 讯号比较重要 不想绑约的民众 当然也可以看看台湾大哥大的4G预付卡 门槛只要300元 电信三雄使出浑身解数 费率大战打得火热 据个周天节台北报道